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间隔 去做体检是最好的 我们一般是一一年一次嘛 哎现场超过一年没体检的 请举手 哈哈哈 那你能不能承诺我们 从今天开始最近什么时候能去体检 哇 那就明天吧 要不过个年再说哈哈哈 理由很重 是哪个年呢 过 明年 那那有没有给他们如果用金曲 今天讲一句 高许 哎呀 哎呦啊 哇哇 那一个月奶奶 融合一根肚皮 融合一根肚皮 肚皮 妈妈 你会想到肚皮物啊 荒废吗 在肚皮上画个节节是吧 对啊 所以这就是目前上半场两组的情况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下半场的那两组 他们的宣讲情况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开始了 现场因为您都来了 您能帮我们示范一下吗 那个海姆尼克就是有点疼 那个 我怕别人扛得住啊 不不不 这有一位扛得住的 谁啊 谁啊 哎您刚刚那兴奋可不是白来的 不是 我是 海轩老师应该先问问是不吃早饭哈 没吃早饭的人可以做这个 来 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来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肚脐已丧啊 嗯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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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你是真实的声音吗 对 是啊 是啊 你控制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里有个剑凸嘛 哦 这个小尖尖那个 对 小尖尖下面 一般肚脐上面一直也就就到这里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位 这个可以自己给自己做嘛 如果周围没有人的话 你可以 拿个桌角 对 好 对 这样 哦 猫猫 要不你们也来试试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试一下嘛 找一下那感觉来吧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了 控制不了的 我这一时就是远近 你要控制不了 我们就会有其他的说法了 甚至会不会唱出一首歌来 不会吧 来来来 啊 就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点紧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已经紧张像吐了已经 你说话噎死了周深 你不要在那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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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一股憧憬 对 如果说科普 内容是躯干 形式是翅膀的话 李不言和汪文杭的翅膀做的更好 对 但是逢称跟张恰的躯干 还是做的更好 嗯 跟唱歌一样就是高潮在后面 你前面唱的差点无所谓啊 哎有所谓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一张嘴还是怎么会这样啊 每一个音符都很重要 怎么能这么说呢卢主人 哈哈哈哈 我们这边的歌手不能承认这一点 我这回拉票的对象是毛毛 我就想问吧毛毛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翅膀会死还是没有躯干会死 没有梦想会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你赢了 你赢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来 我们来听听 高血压啊不害怕 适当运动来讲呀 高血压啊 他们不在一个调 哈哈哈哈 高血压啊不害怕 规律吃药来讲呀 高血压啊 嗯 嗯 高血压啊不害怕 规律吃药来讲呀 高血压啊不害怕 他就吹了都跳起来了 怎么跟要参加歌手进演一样紧张的 不错不错 没没什么问题呢 好 我要唱了 高血压啊不害怕 规律吃药来讲呀 不吸烟 不喝酒的吃蔬菜水果吧 高血压啊 打败他 高血压啊不害怕 记得适当运动呀 就这样吧 可以 还挺好的 他那个词写得很好啊 通俗易懂 哎 节奏还挺好的 还可以 我已经要尽力了 这样我舞音不强强 被别人知道了 好丢人是不是 不丢人唱节 其实就是汪伟诚跟李不妍刚才讲的 就是他们的痛点就是在内容过于繁杂 但是将反也是他的优势 因为给他讲下来了 而且亮点都在后面了 就是跟唱歌一样 就是高潮在后面 你前面唱的差点无所谓啊 有所谓的 一箱嘴还是 怎么会这样啊 每一个音符都很重要 怎么能这么说呢 卢主任 哈哈哈哈 我们这边的歌手不能承认这一点 卢主任 卢主任 咱们从咱自己的专业教的 哈哈哈哈 拉票失败 哈哈哈哈 不妨再以记者这个职业为代表 再说一下 毛毛难道很 我前段时间刚剪过 我那你前段时间之前有多少时间 哎呦 就是我们不谈那些 哈哈哈哈 但是就绕过去了 我们就说现在我就健康意识上来了 对那我们看节目的如果超过一年没有体检请打一 还请过一 超过一 哈哈哈 那你能不能承诺我们从今天开始最近什么时候能去体检 哇 哇 那是明天吧 要不过个年再说 哈哈哈 理由很重 是哪个年呢 过 明年 年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启动这个事情非常艰难 就每次想着说我都预约好几次了 会不会是因为体检的时间往往都太早 哦 哦 真的是 说中了 可可我来个几个掌 你们看见了陆主任的白眼吗 我是看得很清楚 真的是 说中了 哈哈哈 这个理由我也是 好多多福气了 猫猫找的 哈哈哈哈 就想问吧 猫猫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翅膀会死还是没有躯干会死 没有梦想会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赢了 你赢了 好了好了好了 来来来 现在目色看啊 还是3v3已经很难互相说服了的感觉 像说说我的想法 这一季以来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更相信陆主任的 只有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理性 没有反转啊 我就我我投这边 哈哈 好 如果因为我这关键一票输了的话 那 责任其实还是在陶老师 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那您觉得老年并年轻化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很多的生活方式 其实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哎 哎 哎 都叹一口气啊 道理都知道 当然就是过得不太好 哈哈 道理我都怎么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哈哈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跟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也有关系 对吧 对 工作节奏强 例如像有些老板对于员工啊 push这种压力 那么内心里头再产生一些焦虑 还有第三个原因啊 我觉得跟年轻人的想当然 还有不在乎有关系 还真是 好多年轻人都觉得我年纪轻轻的不可能有大病啊 他会觉得病应该是七老八十的事吧 离我现在还远 年轻人常常他已经会身体会发出一些信号的 对 对 就像你例如头晕啊 精力不能集中啊 失眠啊 但是他对这些症状他忽视 他不在乎 他觉得等一等 可能就好了 太真实了 你这说的 像那个 那个里面一个男生说 那怎么能戒得了呢 咽和酒 那生活就无趣了 甚至有人还害怕去体检 就好像不查就没有病了 对 卢主任 你来给这些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年轻人 给他们震一震 你说说体检的重要性 急诊室确实有很多 刚才陶主任讲了 其实演技是小事情 我们看到有二十多岁心梗的 他说他从二十多岁抽烟 烟领就高达五年多了 怎么能五年的烟领就心梗 毛毛你以为要几年呢 不是 因为抽烟高达五年的人很多呀 对 但凡抽烟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 至于你得不得 那就是看 几率 现在二十多岁脑出去 二十多岁脑梗 中风这个毛病 以前觉得没个六十岁 对 不可能啊 但是最近两年二三十岁脑梗可多了 对 小时候没觉得我们这个四十多岁年龄会这样 那现在好像这是一个真的很常见 对 我们再不是要恐吓大家 确实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 要正式面对这些事情 对